火星附近金线外星战舰 不断朝着地球投掷放射性武器 导致战蓝的地球失去原有的色彩 整个大地辐射污染严重 幸存的人类只能移居到地下生活 他们在黑暗中等待希望的将领 与此同时人类大军并未放弃抵抗 各国派出舰队前往火星抵御外星人的进攻 结果双方实力相差太过悬殊 而外星人通过一次次的进攻 早已摸清人类武器的底线 他们在人类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战舰进行优化 导致人类的攻击起不到任何作用 相反人类面对外星人的攻击损失惨重 片刻间大部分战舰在太空中化成灰烬 这场战争人类已惨败收场 无奈只能驾驶仅剩的战舰逃回地球 此时地球表面沙尘滚滚 被辐射污染的土壤导致植物无法生长 监测员早已习惯了每天的工作日常 这时人工智能突然提醒危险正在靠近 困惑的他立刻抬头看去 只见不明物体瞬间砸向了地面 等到古代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身上的防护服早已破损 然而更加令他惊讶的是 明明放射物质还在 但自己居然奇迹般活了下来 然而正当他准备返回基地时 却在远处发现一颗神秘装置 奇怪的造型明显不属于地球 结果没等古代弄清装置的构造便晕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已经回到了基地 就连身上的伤眼莫名消失了 离奇的经历立刻引起他人的好奇 很快他们将目光转移到神秘装置 猜测古代的遭遇一定与他紧密相关 结果发现装置不仅可以清除辐射 同时里面隐藏着一张做工复杂的图纸 而他竟然来自迈哲伦星云的坎达二星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猜测这或许是外星人为人类提供的帮助 眼下地球上空危机四伏 为了人类可以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高层决定启动星际探索计划 准备驱动仅剩的海底号战舰 前往坎达二星寻求高等文明的帮助 很快来到了发射当天 可正当海底号准备破土而出的时候 火星生物居然发现人类的意图 驾驶战舰来到地球轨道进行拦截 此刻海底号刚刚启动必无可避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舰长果断下令发射波动炮 得到命令的船员立刻解除设备锁定 随着不断压缩的能量接近预制 古代瞬间扣动发射按钮 经过一阵强烈的波动 外星战舰成功被消灭 结果众人还没来得及高兴 却发现海底号在对战中失去了踪迹 此时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来 失去了战舰意味着人类将失去希望 正当大家陷入绝望时 海底号突然在浓烟中缓缓现身 这下众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而海底号也将承载人类的希望 前往麦哲伦星云寻找救援 很快飞船进入了预定轨道 舰长即刻下令开启空间跳跃 随着蓝色漩涡的出现 飞船成功的来到了木星附近 正当大家为穿越成功感到兴奋时 古代在前方却发现了异常 原来加米拉斯的舰船同样出现在这片空域 想不到他们居然会追到了这里 古代赶紧准备启动波动炮 可由于空间跳跃耗费了大部分能源 此时不仅波动炮无法开启 甚至距离下一次的跳跃还需20分钟 危机时刻舰长派出小队进行拦截 此时为了不让敌方继续追踪 森雪驾驶战机疯狂攻击敌方母舰的引擎 结果对方同样派出战机对他进行围追堵截 好在前来支援的队友及时赶到 森雪这才得以脱身 接着三人驾驶战机奔向敌方的母舰 同时标记出所有的引擎位置 得到消息的海底号立刻启动主炮 虽然成功消灭了敌方战舰 但森雪的战机却不幸被冲击波及 带到他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氧气含量正在下降 同时战机也失去了动力 而此时距离空间跳跃只剩下两分钟 危机时刻古代不顾众人的劝阻 毅然驾驶战机前去救援 熟练的在残骸中反复穿梭 眼看时间所剩无几 好在古代很快发现森雪的位置 在接近战机的前一秒 森雪果断按下弹射器 同时古代启动了回收装置 通过二人默契的配合 森雪成功被古代牢牢地抓住 结果就在二人返航的同时 失去母舰的敌方战机 正快速飞向海底号 虽然启动了火炮进行拦截 但逃脱的战机仍然朝着海底号疯狂砸去 此时敌方战机越来越多 海底号根本无法继续承受撞击 而古代返回的距离 与敌机到达相差无几 这是经验丰富的舰长想到办法 在敌机到达前下令舰体横向加速躲避 同时开启舱门回收古代的战机 在遭遇撞击的前一秒 海底号开启了空间跳跃 成功出现在一片未知空域 人类飞船刚完成虫洞跳跃 疲惫的众人还没来得及适应 女船员却监测到不明物体正在靠近 通过影像分析 发现游离物竟然是加米拉四人的战机 猜测一定是刚刚被卷入了空间漩涡中 为了更好地了解外星人的装备 众人将外星战机拖回飞船进行研究 结果并未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然而正当大家对此放松警惕时 神秘生物突然从战机中跳了出来 活动活动筋骨便要起身逃走 反应过来的众人立刻抬枪射击 在大家猛烈火力的攻击下 外星生物挣扎了几下便失去了气息 众人紧张地上前查看 这是一束光芒突然从怪物头上涌现 瞬间便钻进了船员的体内 毫无防备的船员顿时痛苦不已 其他人赶紧上前救援 可船员的力量突然大增 同时双眼爆发出蓝色的光芒 接着在众怒睽睽之下 竟然就这么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此刻外星人通过船员表达了他们的目的 原来他们是加米拉斯人 不远万里到访地球是要帮助人类提高文明 面对如此荒谬的言语古代果断抬枪射击 直接将侵入的外星晶体打了出来 反应过来的众人立刻将晶体打碎 虽然危机得以解除 但他们并未注意到飞船依然闪烁着光芒 为了加快解救地球的步伐 海底号再次启动了空间跳跃 飞船很快出现在新的空域 可这时舰长无法承受多次的压力 突然晕倒在了操控台 虽然舰长及时得到了救治 但他的病情已经无力回天 看向远方的麦哲伦星系 舰长在心中默默做出决定 立刻将古代叫了过来 希望古代能够顶替他来完成任务 接着便宣布古代担任舰长职务 结果刚上任的古代还没来得及视野 飞船便遭遇了一次巨大危机 原来被捕获的战机向宇宙发送的电磁信号 敌人会跟着信号找到他们的位置 虽然船员赶紧将战机扔回宇宙 但一切还是太迟了 被引来的外星战舰已经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好在古代临危不乱 立刻派出小队前去拦截 同时命令其余船员发动波动炮 很快能量迅速汇聚在炮口 随着古代暗下发射按钮 一道银色的闪电直接射向宇宙深处 敌方母舰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成功的配合这让所有人信心大增 可这时警报声再度响起 原来敌方的战机偷偷隐藏在母舰下方 此刻正释放波动准备引爆自己 那时整艘战舰将一同灰飞烟灭 为了能够保住海底号 更是为了能够完成任务 古代只好向森雪下达切断舰桥的命运 随着两发飞弹的发射 三舰桥成功与母舰脱离 虽然摆脱了危机 可里面的数十名船员也因此丧命 此时古代的内心愧疚不已 立刻找到老舰长想要辞去职务 可老舰长却坚信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希望他承载着人类的希望继续拯救地球 一番交谈让古代重新燃起了斗志 立刻驾驶战舰完成空间跳跃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伊斯坎达尔星球 人类飞船刚刚抵达坎达尔星 不料却遭到外星人的伏击 虽然舰长下令全力抵御外来进攻 但由于敌方数目太多 战舰即使火力全开仍然难以应对 此时坏消息再次传来 飞船的主炮口已经被外星装置堵住 而此时敌人的数量越来越多 船员根本无法前去修理主炮 拖延下去飞船早晚会被外星人摧毁 危机时刻古代打算强行开启空间跳跃 结果却遭到队友的阻止 可眼前无法顾及那么多了 随着引擎的推动 飞船成功避开外星人的攻击 结果面前的景象令所有人熟悉不已 眼前的星球明显是地球的背面 但女船员确认他们仍处在坎达尔星 这个结果令所有人困惑不已 通过对弹片的分析 他们猜测这里是加米拉斯人的星球 而地球得到的坐标正是敌人设下的阴谋 目的是把人类的科技力量引来一网打尽 但古代觉得下的定论为时过早 况且他们得到的波动炮图纸却是真的 与其在这里盲目猜测 倒不如前往星球一探真相 虽然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默许 但计划在实施前再次出现新的问题 由于敌人在半空布置了大量的警戒装置 为了不被对方识别到探查小队 他们需要以自由落体的方式突击 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古代的战机才能胜任 很快古代驾驶着战机冲向了坎达尔星 在半空中立刻将引擎关闭 凭借惯性轻松躲避密集的警戒装置 随着高速的俯冲 战机很快接近了地面 古代舰撞立刻发动引擎悬停在半空 同时启动探测程序 成功标记出地面的火炮位置 此时地面上的火炮刚要做出反应 下一秒就被赶到的海底号成功摧毁 接着迅速开启空间跳跃逃离此地 而成功突防的小队立刻钻进山洞中 很快他们找到了坐标地点 不料刚着陆他们便遭到了加米拉斯人的围攻 众人只能边还击边朝着坐标进发 就当小队即将突出重围的时候 古代却发现可怕的一幕 只见无数加米拉斯人如潮水般涌向这里 危机时刻古代赶紧释放人工智能 随着漂亮的转身机器人闪亮登场 晃动着脑袋开始对前方进行扫描 接着火力全开 有了机器人的帮助 探查小队这才得以脱身 可机器人面对潮涌般的敌人也是力不从心 在敌人疯狂地攻击下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而这边刚冲出重围的小队 再次遭到加米拉斯人的偷袭 装甲车顿时被掀翻了出去 而为了掩护古代继续行动 几名队友主动留下抵御敌人的进攻 此刻古代顾不上推脱 立刻带着其余队员继续前进 四人根据提示很快找到坐标地点 只见神秘晶体散发着银色的光芒 正当几人感到好奇时 森雪竟然失神般走上前去 下一秒神秘力量钻进了他的体内 接着森雪用外星人的口吻开始讲述起来 原来这里有坎达尔人与加米拉人 由于星球将要消亡他们分化出两个阵营 作为坎达尔人想要与星球共存亡 但加米拉斯人却想着殖民地球继续生活 同时将不同意见的坎达尔人封印在这里 作为意识形态的他们拥有着改变环境的能力 为了弥补地球的损伤 他们将与古代返回地球重建人类家园 四人立刻顺着原路返回 不料在途中意外发现加米拉斯人的核心系统 想到毁了这里人类才能永绝后患 两名船员立刻让古代返回飞船 让坎达尔人帮助地球清理辐射 而他们二人则冲破重重阻碍 一路来到了核心系统的内部 尽管成功地安置了炸弹 但敌人猛烈的进攻也让他们深受重伤 在无尽的绝望中 他们还是按下了引爆按钮 整个山洞瞬间被火光笼罩 古代二人也借着冲击逃回了飞船 立刻将一切精力告知老舰长 接着启动空间跳跃返回地球 当久违的家园再次映入眼帘时 结果正当众人还在满怀期待时 飞船突然遭到剧烈的撞击 整个飞船顿时受损严重 原来加米拉斯的母舰已经追了过来 此刻犹如一座大山般挡在海底号的面前 就当众人对此震惊不已时 加米拉斯的首领悄然出现在飞船内部 此时愤怒地他得知母星惨遭摧毁 如今他要放弃原来的殖民计划 准备也将地球在太空中抹去 就在大家还在揣摩这句话的含义时 加米拉斯的母舰突然放飞了神秘装置 监测其内部更是蕴含着足以毁灭地球的能量 而此刻人类却什么也做不了 能够反击的波动炮炮口也被堵住了 强行开启只会灰飞烟灭 然而这句话却提醒了古代 立刻命令所有人离开飞船 而他准备用海底号与敌人同归于尽 但森雪早已明白古代的用力 执意留下与他一同赴死 古代心中虽有万般不守 但还是用电击枪把他击晕了过去 接着把他交付驾驶员撤离 看着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了海底号 古代立刻启动引擎朝着外星战舰撞过去 此刻敌舰识破了古代的计划 立刻朝着海底号发射无数炮弹 但古代依然毫无畏惧地冲了上去 在临近敌舰古代果断扣动了扳机 巨大的能量瞬间照亮了整片空域 随着光芒的消散 人类在这次保卫战中赢得了胜利 直到多年后 地球上的辐射完全被消除 曾经的蛋坑如今已被绿意所覆盖 而森雪与古代的孩子也顺利降生 人类将在地球上开启新的生活